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 指数剧烈震荡 一度跌于2% 跌幅超1% 在白酒、保险、券商、银行等权重板块带动下 指数探底回升 盘中一度涨近1% 深沉至何止翻红 1.农业农村部 猪肉价格近期下跌非常快 希望大家趁这个机会多吃猪肉 东买猪肉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 今日在发布会上表示 随着中秋 国际两节临近 农产品消费将迎来成统旺季 3.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.2 受疫情迅气影响 8月中国制造业由扩张转为收缩 景气程度减弱 3.中金公司策略分析师李求所认为 支撑成长风格的几个因素仍然没有瓦解 一是市场整体流动性较为充裕 2.中金公司策略分析师李喻 2.中金公司徒分析师李喻 2.中金公司徒分析师李喻